各位观众大家好,请继续观看1985年出品的电视剧《诸葛亮日版》的精彩片段。 不许好,卧龙出山,大哥说如鱼得水,此番曹兵杀来,可让那水去挡吗? 三弟,大敌当前,也能如此了年? 君相 在 快请卧龙先生急事上议 是 在 曹操发兵十万 向心也杀来 我料夏侯敦必经不忘坡 不忘坡 左有御山 右有安岭 可以埋伏人马 赵云 你引五百人马为前部 只许战书 不许战营 右敌入坡 关平流风 可带领五百人马 到博望之南 曹军一道 先放起大火 遵命 云长 可带领一千人马 不得失误 我等接续迎敌 请问军师 你做何事呢 我坐手此乘 博龙先生 我们都去厮杀 你却留在家里 好自在 建印在此为令者斩 二哥 大哥心眼太死 博龙之言 百听百依 我就不服 三弟 看看这一仗打得如何 若是博龙用兵不当 他就无脸见我弟兄 我就不信 夏侯敦会到博望坡 走 走 将军为何发笑 我笑那席树在曹丞相面前夸诸葛亮为天人 我看他用犬阳之兵为前部 再能依我虎豹相斗 赵云败退 这是诱敌 恐有埋伏 如此敌军 就是十面埋伏 也没什么可怕 今晚不到新野 活着刘备诸葛亮 誓不罢兵 走 将军 前面路越走越窄 当心祸宫啊 将军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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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二哥 二哥 这把火 烧得好 三弟 这把火烧拜了夏侯敦 也烧败了你我弟兄 二弟三弟 军师来了 军师 请受我弟兄一拜 商务大学 应酱 �腿 固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